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府华语新闻,我是记者傅恒 在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为您现场报道,印象中国歌舞戏曲晚会,欢迎一时 本次晚会是由美国亚旗人文艺术中心以及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共同承办 汇集了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当红明星艺人 他们之中有匪生海内外的女中英歌唱家关木村 有刚出道就广受赞誉的七朵组合 有红遍大江南北的非洲小伙好地 还有被誉为豆腐歌的农民艺术家江波 今天上午,各位艺术家们刚下飞机就来到了位于Germantown的阳光宝剑养生中心看望老人们 并承诺将为华府地区的老年朋友们带去一场令人难忘的演出 下午,在结束短暂的休整之后 各位艺术家们来到马里兰大学校园内参加由热情的歌迷粉丝为他们准备的欢迎宴会 在欢迎宴会上,歌迷纷纷与自己心目中的偶像交流合影 现场热闹非凡 艺术家们的激情和歌迷们的热情交织在一起 为大华府地区的文娱生活增添了色彩 并向中国歌舞晚会将于本周五在Stressmore音乐厅演出 如果这里面有你喜欢的歌手明星的话 那就赶紧带上你的家人朋友一块去欣赏吧 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 我是记者傅恒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